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的是对线下销售的保护 这个部门每天都会对各大网购平台 线上官方平台等交易平台进行一个巡视核查 不管是以优惠券的方式还是以活动促销的方式 都是不可以低于线下专卖店的销售价格的 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 该部门就会立即联系该网店的负责人 且供货给该网店的代理商就会被给予警告 严重者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说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在国外线上店购买球具和在线下店购买球具 基本是同一个价格呢 甚至有些还会出现比线下店便宜的情况 就好比如像英国最大的高奥夫球具线上网店online golf和美国线上总代理商american golf 这些网店常年都会有折扣的球杆限时出售 那为什么国外的品牌商不用去保护线下门店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国外的代理商非常少 不像国内一个区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代理商 国外的代理商一般都得有非常大的用户流量 品牌商才会给他们代理的机会 这样线上球具的价格就会比较容易得到统一 最重要的一点是 国外的线下实体店会为每一个购买球杆的球手 进行一个免费的量身定制和测试 这样线下球具店就会有更大的优势去与线上球具店竞争了 因为是同样的价格又有着这样的服务 所以国外大部分球手都会选择去线下实体店进行购买 不过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国外线上的销量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持续上升着 这里也说一下国内疫情期间 线上的销量并没有过多的增长 这也反向证明了国内对疫情防控方面做得非常好呢 各位观众老爷在新的一年里 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在下场打球哦 反观国内因为大大小小的代理商不同 所以价格也很难得到统一 一般国内旗舰店或代理商很少做量身定制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是线下销售店员对球具用品的理解比较弱 也不确定如何去帮助客户进行定制 第二个原因是代理商和经销商都是直接通过Pbooking预定会 所以采购了品牌商们的球具放在门店里 这些货又是不能退回给品牌商的 所以他们恨不得你赶紧把店里的产品买走 这样他们才好拿反点 第三点是如果要重新预定干身 改一些干面角度的话 都要重新发单到国外品牌商那边 这样子操作的话 一来订货时间长 客户也可能就不买了 二来就是自己门店的库存也解决不了 自己就会很不爽 且越小的代理商预算越低 越不容易过伤 一个小代理商出售一只球杆的利润 可能只有2%左右 说到这里 我们就顺便说说品牌商们的利润吧 据资料显示 品牌每售出一只球杆的毛利 大概是50%左右 其中Marketing部门占8%到10% 代理商反点占10%到15% 其他开销也占10% 那品牌商的存利润就是10%到15% 这里的反点如果按零售方面来算的话 就只有5%了 这里我也查了一下资料 截止至2019年 中国高尔夫人口在100到130万左右 其中核心人口大约是40到45万 消费群众只有这么多 可大大小小的高尔夫球具店却多达数万家 卡拉威2020年年度报表显示 2020年卡拉威球具用品在亚洲市场的营收是10亿人民币左右 其中中国市场是1亿人民币营收 韩国市场是5亿人民币 其他地区是4亿人民币 这也证明了国内高尔夫球具消费水平现阶段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情况 但是国内球具价格为什么还会比国外贵很多呢 这是因为球具从国外进驻 国内都需要缴纳关税 各种关税加起来就占球杆价格的50%左右了 不过这里所收取的关税是指整只球杆的关税 所以国内球具的价格都会比国外贵50%左右 这些都是正常情况 像TTCP这些比较大的品牌 他们球具的价格基本也是比国外贵50%左右 像卡拉威的Mavic系列 Telemay的SIM系列 和Titalist的TSI系列 以及PING的G425系列 大概都是500美元左右 幻算成人民币是3200元到3500元左右 国内线下成交价格加上50% 就是4400到4700人民币左右 相比之下 Cobra SG的价格却比国外贵了100%左右 国外收价是350美元 幻算成人民币也就2200元左右 但国内价格却高达4800元 直接对标TTCP等一线大牌 Cobra上一代的F9系列 在国内外都被称之为性价比之王 今年却拉了胯 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因为Cobra在国外的市场本身就不在优势 属于一个二线品牌 所以国外的价格基本都会比TTCP 这几个大牌稍微低一些 这样才有实力去抢占市场 不知是出于一个什么目的来顶着一个价格的 其实原因是今年Puma旗下的Cobra 重新回到国内 为什么要出重新呢 因为前几年有一个Cobra的总代理 把很多货压给经销商们后就跑路了 导致很多经销商对Cobra的影响很不好 所以这几年Cobra其实都是没有总代理的 不过由于上一代Cobra F9的销量和知名度都很不错 Puma大中华区以为Cobra可以挤身一线品牌 所以导致这一代SD的定价与一线品牌旗鼓相当 但其实他们过于自信了 因为市面上Cobra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 而且在职业赛场上使用的人也不多 所以这样去操作定价 可能会让F9之前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 难道就是为了短期间收割一波韭菜就算了吗 过多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观众们自己琢磨吧 不过这里有很多品牌卡Bug来合理避开中国的关税 因为关税的原因 这些大品牌也都会选择通过国外引进组件 在国内进行组装 这样他们就可以减免很多关税了 虽然他们减少了很多成本 但是其实这样做事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因为品牌商减少了成本却没有把价格降下来 而且国内组装球具肯定是没有国外专业和精准的 就好比如干身组装时裁浅了长度和握把组装时 可能还会影响干头和干身的挥重 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些大牌会这么操作 可以私信我们或者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不过相对欧美品牌 日本品牌在中国的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一些 不是因为他们品牌不行 也不是因为球具不行 而是我国对日本收取的关税相对比较低 所有关税加起来大概也只需要球具的30%的价格左右 比如像XX10 UNIX Mizuno Slicson 都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日本品牌 如果你想购买性价比最高的球具 这里可以建议购买上一代或者上上代的球具 因为品牌每一次推出新品球具的时候 上一代和上上代的球具价格都会急剧下降 当然二手球具不会像二手车一样有非常大的损耗 因为USGA和RNA在一号目的规格设定上已经把控的非常严格了 一号目的性能基本上是没有多大改动的 所以购买二手球具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不过有些球具就不一样了 比如推杆像几年前购买一支scody camera推杆是3000块钱 现在也差不多是3000元左右 像这样的球具一般保值率都是非常高的 另外这里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道消息 每年中旬的时候 球具的价格是一年当中打折力度最大的 因为年初刚刚发布新品球具 球具的货源有点供应不求 所以不可能出现打折的情况 可能还会加价去销售 这里你可能觉得年尾价格才是最便宜的时候 其实不是的 因为年中的球具价格给很大折扣的话 球具库存可以一下子嫌少很多 这样子年底还可以加价进行销售 经销商会这么做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知道你可能觉得年底折扣力度是最大的 所以他们反向操作了一下 这就是经销商预判了你的预判 你以为你在第五层 其实这波他们在大气层 视频的结尾这里 我们也为自己做一个小广告吧 我们相信练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瞄准 虽然灰干时很容易出现问题 但是前期准备瞄准 setup这些细节都是能百分百做好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很快就会上架 Embuddy自我品牌的指挥棒钢套了 因为长期做视频 我们也无法盈利 如果观众老爷喜欢我们的视频 想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的话 也可以帮忙帮衬一下哦 如果你对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 可以多多点赞 发弹幕和转发 反馈好的话 我们会继续揭迷更多高尔夫行业的信息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一定会亲自回复你的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点击订阅和转发 All right guys DashRub DashRub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